《世界大學》 可能你不認得他們的樣子 忘記他們的名字 但每一天 他們都在你意想不到的社區國內密密加雲 灣仔的茶記 高創區的手球場 獅子山下的草地 他們是香港隊 百分之百的香港製造 雞腩要薯條 當然啦 叫得來 你做完求證 即是你出完收到 可能你十點幾十一點 那你又不能吃碗可憤 上來吃雞 香噴噴熱辣辣 接著可以整班人坐在那裡 聊聊聊聊 見面 哇 好香啊 有時候一上來 譬如剛才的士尤寶 看到 今天有球影做一下 有波催嗎 我不是 即是已經跟他們建立了一個好的關係 即是看到我們就覺得 附近就有比賽 會在這裡見到很多 在球場經常見到的球迷 或者球員 大家會在這裡也有兩句聊 即是可能他們會問你球 我覺得很香港 可以大家這樣共處到 是 有時候是不容易的 灣仔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容易的地方 那我第一場的賽事 也是在這個 修盾室外 街場那裡執法 灣仔對我來說 不單單走上來這裡吃雞籃 亦都是在我籃球裡面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區 正在這裡 正在做一些 修盾室外 有一個普通的星斗 在街場自己打下球的 年輕人 搖身裡面 可以成為一個 在奧運 執法來決賽的賽者 在不同的得著裡面 連營到自己 可以走到這一步 我覺得 算是一個 不要說成功打到一個 好的例子 在這裡 硬地練到全身 雙瘀了 一到室內場 懂得飛 就算防守多用力 都不夠 衝到垃圾 可能我們這個場 會特別多人用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我們的練球 會很方便 因為你看到 好像整個籠 一樣 基本上一射完 下一秒 跌到前面 基本上我們的練球 效率就會很高 所以內場 就可以這樣滑 滑走一些力 但這個場 就滑不到 滑少少 可能衣服會穿了一個洞 我們手球 有一個很有名的事件 就是磨到 沒有了一塊肉 胸口的位置 就是凸出來的位置 在這裡 你得到的成功感很多 雖然滑硬地很痛 又雨晒 但射球球 你真的飛過去 是可以高速度一些 即你的膽量是大些 因為你懂得滑落地下 香港的運動員 是應該更加自豪 因為我們在這個 這麼艱難的環境裡 都堅持去做香港的運動員 因為尤其是在香港 這些這麼急攻近你的地方 其實你沒有成績 真的沒有人理你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個個都是這樣想的時候 就沒有香港隊 我晚上有一星期 連這麼多日 我去賺錢不好 你知道香港有多少錢 都是一個很 當你是什麼人的指標 但是我覺得 就是有種態度 還有一種精神 是不同的 如果我去到32歲 再打緊的話 是那些小的不爭氣 我覺得不應該 但我不會因為要讓而走 我們想他們打到我走 希望可以更加找多些有潛質的人 給他們一團火 去繼續代表我們香港打手球 有很多人在這裡 獅子山棒球場是我的青春 我想我有超過一半的時間 都是放在棒球和這個球場上 我們從小到大都在這裡打球 之後就多了一塊地 就建立了2號的棒球場 好像剛巧就是由我最後一年在這裡比賽之後 我想超過一半的賽事都搬到2號場那邊 去舉行 所以可能好像我們這些老球員 就真的在這裡由小到大 打球打到大 無論是Lip2Lip 還是一些棒總攪的賽事 都是會在一號場這邊打的 所以大家都有很多共同回憶 例如在這裡比賽 比賽後 表現不好的 都會衝斜路 應該很多華人球會 都會有試過這些體驗 獅子山他給了很多回憶 亦都教了我很多東西 我覺得獅子山會是 孕育我們成長的一個地方 比賽來說 就輸多了 但我覺得贏了的是一個經驗 一個回憶 知道世界是很大的 我們在香港都不是No.1的時候 我們就要花更多的功夫 更加多的努力 去令自己增值進步 再去跟外面的其他 不同國家的球隊去挑戰 社會上別人說的獅子山精神 可能都是七八十年代 大家不斷打拼 咬自己的努力去獲得一切的成就 我們都花了很多的時間 心血 所以我們的獅子山精神 在棒球來說 就是希望將眼前的東西做到最好 一路堆砌 令自己成為一個更加好的球員 或者更加好的人